发生的这个烟霾的这个问题 尤其在新山县的马云南县县 它已经长达一个星期 那根据我们这个如可州卫生部的这个指数呢 那出过这个一个星期发生这个一个烟霾的情况 那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路西道 疾病的这些指数呢都在上升的这个当中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红眼症或者是眼睛控的这个 这个疾病从过去的一个星期的26种 那上升到45种也就是上升了73个发现 那这一个Urti的这个疾病就是说上呼吸道的这个 这个疾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喉咙碰啦 会有这个流鼻水或者是头痛头晕的这个状况呢 从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个烟霾发生之前的1174种呢 到过去一个星期的1528种 也就是上升了31个发现 那第三种的这个疾病呢也就是这个哮喘 在还没有发生这个烟霾的时候呢 我们平均一个星期大概是52种 那到上个星期呢已经上升到82种 也就是已经上升了57个发现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再次的呼吁所有的这个民众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减少户外活动 那一定要多喝这一个白胎水 那如果说有一些不吸道疾病的这个人士呢 我们再次的呼吁说希望他们在这个 到这个开放时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可以佩戴上这个口罩 那如果那个油吧 那就盡量的减少出门 以免呢我们的这一些救病复发也好 或者是受到这个烟霾的情况影响呢 会导致我们的这一个有一些疯癌 有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 OK 谢谢大家